雷卷沉重地说道 常山九游神君是个极为可怕的人 听说当年朝廷邀请国师 诸葛先生与九游神君掀起了一场斗争 兵部侍郎奉玉刚 御使石凤玄 左右司建制力推诸葛先生 才经负增书立足启用九游神君 两人经过一场明争暗斗 九游神君功败垂成 顿即天涯 使得副宗书掌握大权 得以延后一十六年 可是九游神君仍跟副权相暗中勾紧 九游神君可以说是副宗书 在武林中服下的一记杀招 雷卷平素沉默寡言 但与唐满慈在一起 话也比平时多了几倍 九游神君收了九个徒弟 他们在江湖中都大有名头 他们是孙不公 独孤威 鲜鱼仇 冷忽尔 胡阵碑 龙舍须 鹰绿盒 铁吉鲤和泡泡 雷卷附加了一句 孙不公外号土行孙 独孤威则有人在千里 枪在眼前的称号 他们两人都丧命在四大名部的手里 于是九游神君和诸葛先生的怨戏就更深了 冷忽尔与仙渝仇则是当上了将军 这次攻打凌云寨与毁诺城 便有他们的份 唐婉慈则颇为好奇地说 铁吉鲤泡泡 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名字 这铁吉鲤是什么呀 是一种暗器呀 铁吉鲤通体有字 使用不娴熟的人常为伤人先以伤计 这种暗器的体积虽小 攻击敌人的时候呼啸旋转 不以抵挡 泡泡是虚幻的 你去抓他 他就碎了 然而他偏有神奇夺目 令人防范松懈 这些年来 武林中因为疏于防范 而死在泡泡手上的人实在不能算少 就算是武功比得高的人 也一样招了刀 至于英律河 是九游深君九名徒弟中最难缠的一个 那他们来这干什么 雷卷长叹一声 武兄咳嗽了一阵 皱起了眉 唐婉子扶着他 看着他 柔和地笑着说 不管他们来做什么 你都要把伤 还有病养好了再说 雷卷点了点头 用手轻轻搭在 他搀扶他手上的手背上 你的伤也还没有复原 已经不碍事了 还痛吗 唐婉子一笑收回了手 我们来比赛 看谁好得更快一些 两人正在吃饭的时候 忽然间楼下传来一阵嚷嚷 唐婉子侧耳要听 雷卷说 楼下可能来了不缩之客 不一会儿 即听到有人 大步走上楼来的声音 两人以为 来人是冲着他们 但是不只走过他们房间 进了隔壁房间 随时还听到伙计们 被大声呵斥的声音 伙计只敢唯唯诺诺 不敢反驳 唐婉子悄声地说 这人不足好重 他一个人走 比三个伙计的分量还重 唐婉子聚精会神地说 还有一个人 不自好情 是完全察觉不出来 唐婉子呕了一声 微觉诧异 听了一会儿 忽听隔壁房间 多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滚出去吧 拿上好酒菜 省得就让人生气 唐婉子听了 向雷卷点了点头 表示还是他的耳力好 只听琵琶几声 接着就是AO夹着呼隆联响 感情是几名伙计 都给这一男一女 打下了楼 唐婉子低声说 哪有这么霸道的人呢 肩膀微微一起 雷卷的手随即按在他肩上 用手指凑近了唇边 轻嘘了一声 这时两人站得极近 雷卷见唐婉子眉目焦好 一双俊俏的眉 和一双多情的眼 叫他看了心里一当 唐婉子用舌尖舔了舔 微干的红唇 这时候戈壁传来 那豪壮的男子的语音 看来铁师兄和胡适哥刚去不远 咱们为何在这小客栈停留 不去赶路啊 那女子说话声音十分的清晰 要不是雷卷内力精深 唐婉子耳力极佳 根本不可能分辨出的说什么 可是那男子的一番话 令雷卷和唐婉子大力震动 直到这两人跟九幽神君 必有渊源 于是更加留心聆听 七十哥 咱们这么快感觉会和 这有何谱呢 这一趟要去的是 斯大名部中老大和老儿的性命 必有伤亡 咱们何必要冲锋打头阵呢 哎 嬴师妹 这么说咱们就待在这儿 违抗使命了 什么四大名部 我龙舍虚 可从来没怕过谁 谁敢违抗师父一职啊 谁又要违抗啊 小妹我只是觉得呀 不妨拖上一拖 况且呢 咱们也可以多续上片刻嘛 师哥 你不真爱我吗 怎么老是这么粗暴啊 我怎舍得对你粗暴啊 不过你对其他师兄 也都是一视同仁 你是因为 这姑师哥冷落了你 你才对我好吧 啊 只听啪的一声 似有人被裹了一剑耳光 只听了女子尖声的说 你说什么 老娘对你烧点颜色 你就臭美 言语上侮辱老娘 你不臭打呀你 我 我 我打了你 你可挠我不 只听依偎有声 显然女子正在挑逗那汉子 两人动情而伸吟了起来 雷卷和唐婉慈听了 却有些不自然起来 唐婉慈笑着 低伸吟了一口 不要脸 只听那龙舍须 常常说了口气 声音也叫先前温顺多了 那么咱们几时才赶去呀 你急什么呀 鹰绿河猴头发出了一阵 荡人心魄的声音 这句话也不知是指龙舍须 急着赶路 还是急着做别的勾当 停了一阵 他才接着说下去 师父的意志呢 失去无情和铁手的狗命 但是傅相爷更进一步 他还要刘都风的人头 最好是刘都风 跟四大名鼓拼个玉石俱坟 这样皇帝的手上红人出世 龙颜大怒 自然迁怒到诸葛先生身上 只要有了戒力 傅相爷便可趁虚而入 咱们呢 也学学他们的榜样 龙舍须深吟似的说 怎么个学法呀 让几位师兄弟 先跟他们硬拼几场 咱们再过去收拾场面 岂不是好吗 记得以前孙大师兄 和独孤老二吗 跟四大名鼓硬碰硬 结果不是出世未接身先死吗 咱们可不能这么办 是 龙舍须语音已经心不在焉 并传来了两人 哼哼唧唧的声响 汤万瓷与雷卷 诈文有关四大名鼓与刘都风的消息 不仅分外的留意 屏息聆听 却只听到了那对男女胡混的声音 胡听英律和说 慢着 我不管了你用 哎呀不是 要是我们刚才的话 给隔壁住的人听去 那该怎么办 雷卷和汤万瓷都是一阵 只听得龙舍西说 这当然不能给人听去 那万一给人听去呢 这山村小镇谁会听啊 谁会留意咱们说什么 听了也不关他的事 理他作甚 话可不是这么说呀 隔墙有耳 小心试得万年穿 万一这话传到师父耳里 咱们可有全尸之望啊 雷卷和汤万瓷看了一眼 心中同时生起了一种感觉 这个指纹七声 未见其人的英律和 的确是一个 紧身落手的角色 只听龙舍西的口气也急了些 那 那怎么会有人 听到他们谈话呢 我声音小 你这嗓门大呀 事情传出去 都是你误的事 英律和一下 把他自己的责任 推诿得一干二净 这 这 这怎么办是好 很简单呢 到左右隔壁 不管有没有听到 杀了就是了 师父不是常见我们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您可杀错 不可放过吗 汤万瓷向雷卷望了一眼 意思是问他 要不要逃走 或者先下手围墙 雷卷摇了摇头 只听龙舍虚说 既然如此啊 不如把这个殿上上下下 以改杀光 然后放一把火 烧赶紧再走 对 这就是 这才是万无一失 反正咱们手上银子不够花用 趁此捞一笔也好 雷卷与唐万瓷都却这二人 当真是心狠手辣 几句话下来 便定了这一客店里人的生死 却听英绿盒又说 刚才我在楼下打听到 左边那房里的那对夫妇 出手很阔重 我们先去下手 汤万瓷知道两人要从这边来 低声向雷卷激动 怎么办 雷卷指了这窗口 你先出去 这又我来应付 为什么呀 我们不能杀死他们 他们一死 九尤神军一定会把箭头指向我们 我们非他们之敌也不能逃 两人都逃走 则表示已经听到他们的电话 一定不会放过咱们 而且你先走我来应付 你放心 他们不止我会武功 我还应付得了 汤万瓷还是不放心 你去镇口小桥蹲下等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过来 你 我一定会来找你 汤万瓷轻弹一声 一双美目望定了雷卷 咬着下唇说 你一定要来找我 雷卷用力点了点头 这时只听嘎的一声 隔壁那对男女已开了房门 雷卷伸手往汤万瓷背后一送 快走 汤万瓷轻盈掠出窗外 落在马上 半空还回眸 看了雷卷一眼 雷卷也望向窗外 但是窗外一片灰瓦和暗琼 已不见了唐万瓷的身影 这时候房门已经响起了敲门声 雷卷把毡帽压低了一些 装出一口粗浓浑浊的声调 他本来说话就有些上气不及下气 而今刻意说来更像是一个劳病多年的语音 谁啊 你回来了 对方只是敲门不应 雷卷先把怀中一包银子放在桌上 然后一面盘身的走过去开门 一面唠叨说 我嘱咐你去试几剂药 是要你花银子去找药局里的行间 把这药煎好熬好 剩得拿回到这儿 让这店里不懂事的小伙计乱搅一桶 这些药材很贵 万一给人摸走了一些 就不顾笑你了 哎呀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呀 叔叔把门打开 还假装咳嗽没瞧见 家问了一句 是不是有药材没买着啊 门口站的是一男一女 雷卷很仓促的瞥了一眼 因为他知道 自己必须要记住这两人的容貌 门前的男的虎背熊腰 满脸胡须 粗眉大眼 样子倒是有七分的威武英挺 可惜眼神有点痴呆 女的却尚是一个粉团娃娃 头发起短 弯月眉 眼眯眯的 整张脸上粉扑扑 给人很训良的感觉 看上去都是软糯糯的 那男的向女的望了一眼 女的点头 男的马上要出手 龙舍须要出手之前 雷卷已经知道 但是他没有躲避 一躲 对方就会知道他会武功 他也没有内力护体 因为这样做 结果只有比躲避更糟 他只暗自用真气护住了心脉 碰 龙舍须一脚踢在他心口 他梦恨半身口头鲜血 直飞出帐外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龙舍须冷笑 我能飞 然后一个箭步过去 把桌上的包袱打开 看见银子就往怀里揣 龙舍须里外搜了一下 再往雷卷身上一翻 一摸雷卷的鼻息 这老兵鬼要了他的命 倒帮了他不必活受罪了嘛 又搜走了一些银子 鹰绿河问 死了 他怎么受得了我这一脚啊 可惜那婆娘出去买药没回来 可惜什么呀 你以为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哪有啊 咱们带到别家去 杀光了再放火 龙舍须大步走了出去 鹰绿河走在后面 跨过地上雷卷的身躯 突然啪出一把铁如意 闪电般向雷卷的背上拍落 雷卷当然未死 他是诈死 他要龙舍须和鹰绿河不予有他 以为已经杀手夺人而去 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但是他没料到 这鹰绿河闷不作声 突然失了拉手 他发现的时候 铁如意已尽背心 他只有三个选择 一是B 二是反击 三是应兽 第一和第二点反应 会使他前功尽弃 何况他以应兽龙舍须一脚 这时候再跟两人拼命 实力已然受挫 不如一开始就连同唐婉兹 力战着两大煞星的好 雷卷并不闪躲 墨运悬功 应兽一击 啪 铁如意击在雷卷的背门上 鹰绿河击石一击淡淡地说 真的死了 龙舍须这时已经走出了房门 听到背后一响回过头 他已经死了 你还打他干什么 小西式的万年船呢 我刚才见你踹他一脚 飞去的时候 他的身子未免太轻了一些 所以不放心 为了安全补他一下 没料到 他真的给病淘口 虚了身子呀 说着再跨过雷卷的尸身 跟龙舍须走到楼下去 惨呼 哀嚎 求饶 声音声 不绝于耳 这些声音很快 从楼下到楼上 遍布着客栈的每一个角落 如其很快就逐渐微弱下去 这对杀星当真是杀人不眨眼 无论老幼都不放 雷卷咬着羊 他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身上所受的伤虽然痛苦 但周遭所发生的 令人发指的是更令他痛苦 但是他要强忍 忍到有那一天 自己才可以为自己 为这些人报仇 只是这一天 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残忍的杀虐持续了好一会儿 才搞平息 接下来是熊熊的火焰 吞噬着整个被血腥充满的客栈 雷卷在火光冲天的时候 才静悄悄跃出火场 他一面走一面突袭 他一定要走到乔墩下 会和唐婉慈 他不能倒 他绝不能倒下 他要报仇 他一定要报仇 要报仇就一定不能倒下 他不能倒下 他要报仇 他一定要报仇 他一定不能倒下 再瞧蹲一下守候的唐婉慈 在木腕里 看见客栈那儿的浓烟 跟着便是冲天而起的火光 他几次想折回去 可是他记得雷卷说过什么话 他都想忍住 他知道雷卷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认识雷卷虽然不深 却完全地相信他 雷卷的外表看起来 那样的坚韧冷静 但他却知道 他有一颗正义的赤子之心 还有对人世间 如火一般的热忱 就在这个时候 两匹快马急驰过脚上 他在深目中辨认出来 这一男一女 在马上说话的声音 今儿这银子可不少啊 咱们在前面城里 可以住得舒服一些 唐万瓷不知客店那儿 发生了什么事 雷卷如何 但是他知道 无论发生的是什么事 牺牲都必定惨重 他突然觉得很忍辱 他自从加入魁诺城 跟着西大娘 确实是快意恩仇 行侠仗义的好些时候 而君洛娜 到处躲藏 实在不像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人 可是再大的侮辱 也比不上现在 他对雷卷的担心 他看着熊熊的火光 脸上不觉 躺下了热泪 卷哥 你快回来 我们还要在一起 抱这个大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